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之前准备上市到现在很多零售生意都说经过疫情之后捱不住 但见到Erica仍然很容光满面 我真是很想问 因为由去年开始的社会运动到今年疫情 其实真的超过了一年的时间 身边有些做生意的朋友都已经比较乐观点 直到出现悲观 甚至有些已经离开了一场 但我一直都觉得Erica好像真的没有受过任何影响 是否在心态上也好 或者是一盘生意上 因为你一早的部署 生意模式 其实真的不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我要暂乱你的病线 因为我认识了Erica太久了 数数十几年 我想我是其中一个她的好朋友 经历第一家楼上的开张 到上市到现在 所谓的人生也好 经济周期也好 那些高低起来我经历了 我一个很直接的问题 其实你现在觉得这一刻的所谓疫情 是你做了生意这么多年 是否最难捱 还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呢 当然是最难捱 其实社会运动也不是很难捱 你刚好那天的事发生在你某间店铺的旁边 你就生了 当然你这里生一天 原来生一天 铜锣湾 旺角 常常都生的 那是有些影响的 但是我的客户懂得折去其他地方 我那天不去旺角 我就去其他地方 或者在网上 但疫情的影响是 我做了生意多久 十一年了 是最大的 因为主要都是消费意欲 还有经济是会下行的 失业率会上升 现在的保就业排名 有几千家公司都说第二轮不申请 即是会裁员 这就直接影响客人的 disposable income 但我觉得 幸好应该是 幸好底足够 因为始终我一来行业 我做护肤品那些 你不是真的那个月被人炒了 你就立刻变了那些 四个字 英文字那些 不是啊 Erika 人们说现在 整天都像Apple那样戴着口罩 那其实呢 表面漂亮不漂亮 表面沾不沾 皮肤好不好已经不重要了 别人这么说 明白的 化妆品肯定是卖少了 幸好我们叫生活百科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产品种类 例如护肤品其实是卖多了的 家用美容肌卖多了 那些虫草啊 supplement是卖多了的 那又有减肥了 减肥了 对 减肥了 还有你家里不停吃零食 一路看着那些视频 一路看着那些视频 要有一些减肥的东西 那你不可以这么单一 而且我本身已经有个底 我始终有十几万客户的基础 那他们就算失业也可能是某一部分 你不会十几万一起失业 那就建立了的东西 原来现在在这些最重要的时刻 才发觉站得住 是因为之前铺下的那么多东西 那也有很多短线策略 是的 因为Erica说了一个重点 就是你们真的够分散 即无论是客源那边 还是产品线那边 其实有些小店 或者过往就算是集团职也好 很单一方向 可能某些很大型的商场 都是很集中只是游客那些 反而这一波就真的要想办法 但你刚才说 有些短线的东西都要做 不可以只是靠吃底 是的 其实我说到后 其实做很多优惠 就是利用很多的名目 做很多优惠 还有我觉得有几样的策略 都重要的 就是一 当时三月份 那些货币是黏了 那我入货最大的优惠就是澳洲 那我用澳指来找数 当时的澳指对港币 是跌到四点多 那你做了些什么呢 是不是多入货 唱多些澳指 唱了澳指 我整年要入货的澳指 现在已经五点多 可能又会升到六点多 因为美元又可能越来越贬值 那就是港币跟着 那里我已经好了很多 变了我有空间是减价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 刚好有些长期 我要续约了 续约当然跟业主说 减租这个就肯定了 难道现在还加租吗 那说得多少就说多少 而有一个业主也说 租还不减多少 我都要跟老闆交代 但是我可以当你是新租客 给你一个免租期 哦 有免租期就有意外围 是的 那有一个月免租期 那免租期你就觉得 是不是就坐在这儿 硬硬硬硬 不用交租就算 当然不是 我当然是希望把十间店铺的客 都放在那间店铺 因为我们要给Turnal for rent 我明白 这个很聪明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零售租金都和我认点额挂勾 那如果你说免租期了 那就是做几大生意 都不用的 都是零 做金 都会终过去 那边都终过去 怎样终过去 不断拍片 在铜锣湾这儿做什么 然后优惠很贵 贵到你不信 还可以自选三支精华 又有多少个折 那就精华油了 那有多少个折 值得去小费 是的 尽量终过去 那里省了很多 因为本身 如果你这样计 你什么都不做的话 你觉得可能只省了某一个人 但当我赶勾过去 就省了几倍的那一个抵租的人 但这个策略 当然你就行得到 因为你都很多店 即是十八区 你都十间八间 十几间 但如果你对一些 可能是单打独斗 可能只有一个零售点 那些 那就抄不到 或者学不到你这个版本 都是这样做 一定是这样做 当然 你就是全年最底的优惠 就是那个月发生 是的 一定是赔了一策 那在过程里面 要谈计所谓的 逐租 减租 五租期 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即是是不是又要加上 几前演技 我真的很丑 但他又看到你盘数 他看到盘数 我都谈的 我都要跟业主打口关系 那其实他们 业主现在有做很多 什么优惠 那些优惠 那我跟他说 那譬如 有一个场 他买满三千元 任何地方买满三千元 就会用 给你二百元优惠 二百元优惠 又可以用在任何店铺 那我就跟员工说 那三千元送二百 这些客人每天 可能只有二十个优惠 我跟他们说 那么多餐厅 那么多店铺 那二十个优惠 那二十个优惠 需要10个 哇 都很进取 这个字 也挺难去维持到 那我说 那当然 我要跟我的业主 有一个良好的关系 他做这些program 我当然是全力支持 所以很多客人 就那三千元的消费 在我店里面消费 然后我就叫个staff 麻煩你帶客人送去Consci Edge 拿完200元 你馬上帶回來買它 即是你本身是買了3,300元的 拆兩張單 拿了200元進來買它 即是你儲這3,000元 要是10個客人都在我們這裡儲 用這200元 全部全數在我們這裡 然後你又有得交代 跟我生情慣慣慣慣 你看 拿到的QPON 都需要回到我的店舖 我們有多進取幫你推薦這些program 其他店舖的牌都還未放一個 但這些這麼動態的營銷策略 我真的這麼說 我都聞所未聞 我真的都沒聽過 可以這樣陪伴客戶 拿完的QPON 再回到店舖 繼續消費 那本身就是服務 那真是一個很貼心 還有很有效率的服務 還有我勉強拔回它來買東西 所以你店舖也有相當數量的員工才可以 那也是 那是奇難點當然 不過我覺得是靈活性 我不知道為什麼ERICA經營的方法 可以靈活得這麼厲害 就算不說疫情 就算天氣 我覺得這個也是 在香港我自己覺得很少見 你會因應天氣的變化 而即時 可能在那半小時內 你就會有一些 很有趣的消費獎賞 或者是一些很特別的推廣 這種方法可能在一些 集團式的經營 都未必是能行得到 就算疫情還是ABC 問一些我不知道 跟天氣掛勾推優惠 很即時的 例如現在黃宇 有些優惠給客戶 當然 然後可以在Facebook發表 這是很直接的互動 如果不是 我看到今天11點多已經黃宇 難道我下午下班 全部等死嗎 我10間 都會坐在那裡 員工坐在那裡 這是我見到很多經營生意的朋友 遇到的障礙 不說什麼行業 但他們的行業 例如風和日麗 好些生意 但日曬雨淋 都是很難說的 突然整個雷暴警告 他們是沒有客戶 他們又不懂得 如何把場地或服務 是最大化 這件事是最難做 你下雨也不怕沒有生意做 我真的不知道有多難 這件事是怎麼想出來的 全部都是四個字 就是將心比己 我也是當自己是客戶 商場有優惠 如果我去那間商場買東西 那間店不告訴我 那我就生氣了 那也是 很多時候都遇到這些東西 例如商場做優惠 然後那間店是猛然不知 我們不知道 你自己去那裡問一下 這些店我真的不想去 不過如果說到 其實為何想到一些 我們新的方法出來去經營 就是不要坐在那裡等寫 在雜思廣益 在其他國家的案例當中得出來 還是Erica自己的團隊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稍後回來再聊 繼續回來有機可乘 有機可乘 剛才也說了 靈活的應對是很重要的 無論是疫情也好 或者是經濟的起起落落都 我跟Dicky都會覺得 為何你的應變可以這麼快 是一早想好有ABC計劃 很容易去執行 為何你做到別人做不到 說就很容易 預期守株待兔 不如破虎尋驟去找生意 有牛油肌 你做到才行 Erica真的做到 剛才她說了一點點條門給大家聽 就是推廣優惠 是即時 直至一瞬間的 差不多是那分鐘發生的事 好像跟客戶 一起呼吸 一起生活的感冒 你也可以這麼說 其實很準確 其實雨天優惠 我們已經是九年前開始做的 九年 不是現在 我們還當是新的 那時為甚麼 都是覺得 一雨天下三日雨 就在等死 也要想些辦法 如果客人 如果他擔著擺傘 都願意走到來 那就給他優惠 到現在發展到這麼成熟 我們有protocol 紅雨黑雨 三號風九八號 十號十一號 真的嗎 就一定是這個優惠 普通的下雨 也挺大雨 天黑曬 但又沒有紅雨 就一個比較差的優惠 可能送些電子印花 送多一個給你 網上也要跟專門店同步 免得客人要比資訊 這些已經變成了訊號 例如今早黃雨 同事懂得怎樣做 Facebook Post 寫好了 都是那個圖 每次都是那個圖 然後通知店舖 我覺得 為何你說其他公司做不到呢 就是他們的架構問題 一來沒有protocol 沒有人敢想 想完又可能沒有人推出 推出完老闆又未必聽 老闆簽完名又要給大老闆 大老闆看完 就要簽個名 尤其是電郵出來 等下面的執行 其實大概搞三天左右 我看到大公司是這樣的 已經出太陽了 沒錯 然後我們沒有決定了 立即WhatsApp 給那些十間專門店的店長 就算是結束了 已經可以 很快 然後客人在買東西給緊錢的 都立即有這個優惠 免得他轉頭看見Facebook 說為何我剛才沒有 那我立即考一下Erica 這個問題可能比較尖銳 即是說經常都有優惠 下雨也有優惠 黃雨、紅雨、黑雨也有 那會不會有些優惠疲勞呢 如果我是你的客人 如果我是Apple 我是不是也要買的 那我又要等 我看看會不會黃雨 看看會不會黑雨 會不會這樣 又不會的 也不會的 香港人是沒有優惠疲勞 OK 總之要買就要壞 或者不用快 剛好有就要不少 有一個情況比較棘手 就是剛剛昨天 Facebook就說 哎呀我昨天才買完 那首先不是我的錯 我不知道今天是黃雨 你不要賴我才行 第二就是同事做一陣子說 那你買多一支可以溝淡 你都還沒買股票 成本 入市發原來買 這些無複品都很流 那也是對的 你都是要用的 你只是做了一點點 但你就會享受到優惠 太懂得做生意了 不過我覺得其實在這次疫情下 你見到明顯有一部份的生意 特別多了 剛才聽到Erica說家用的東西 你留在家的時間多了很多 其實什麼的健身器材 或者真的美容器 那些爆得很厲害 那些真的爆到消毒的產品 一定 其實真的很老套 這句就是有危有機 其實機會不是只是偏重 在某一些行業 不過看看你轉不轉得快 但想問一下Erica 你覺得現在一個新的消費模式 還可以有幾大的改變呢 即是由過往 可能是要很多促銷 即是一些很傳統的 現在就有時候 我覺得就是很靠一個過人魅力 即是一間公司 其實都是有一個靈魂人物在 他做什麼 大家都真的會跟著 即是又好像回到 十多年前的KOL那種 也不是十多年前 其實一直都是這樣 我覺得差不多 二十年前左右 就開始有一些公司 即是都說很大型的公司 就是由靈魂人物出來 可能有很多訪問 報紙又會報 接著這個模式 都是越來越 即是叫發揚光大 那我覺得幾樣東西 是很個人化的 即是明星也好 主播也好 都出來開Live 賣東西 因為 我與其是但選擇一件事 起碼現在都會有個人推薦 雖然他是否真心 我不知道 我唯有相信他是 第二 就是 你說這個模式的轉變 就是網購要做得很好 即是我們都剛好 復判了整個網購 之前那個都稽稽地 用到就用到就OK 但現在就 有很多人家人家人家 那你的付款 你的送付 轉換時間 送付時間 你的卡放在這裡 然後沒有檢查你 怎樣處理 這些就是基本 但是最重要是 如果你有資源 你一定要分析 你要分析你的客人的行為 不是只看過去 你要看到未來 你怎樣再捕捉他下一個購物的機會 然後都是CRM的一部分 然後就捉緊他 這個才是重要 即是要前瞻分析 並且預測你的客戶 和你平時說股票生 對 即是要說一些其實未發生的事 你要去判斷一些未發生的銷售 而要在未來才會促成 但剛才ERICA說過幾件事 個人的魅力很重要 你也肯定是香港第一代所謂的KOL 現在其實這個名詞我個人覺得都挺泛藍 因為剛才ERICA都說 現在很多人都做同樣的事 但ERICA可能是十幾十年前做 或者直接說 因為有疫情 電影不能拍攝 或者相關娛樂的工作就停滯了 很多藝人就轉型做類似的工作 但當然良友不齊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但你怎樣看現在這個現況 真的很百花齊放 個個都上網賣東西 無論任何人 好像你說新聞轉播也好 又或者一些藝人也好 或者普通人也有 但有些又爆出來 有些又不成功 那個原因是甚麼 現在個個都說想做網購生意 那你又怎樣去教一下 這些很想做網購生意的人 其實我覺得KOL 都分了很多種模式 現在我最常見 就是他們會賣一些市場已經有的貨 或者已經是人人都認識的品牌 但是就是用大批的 就是我介紹 你在我那裡買就是全港最便宜 當然也是一個方法 但是你是不是想做一個大劈價的KOL 想起你就想起劈價 想起你就想起6點 5點 那又可能是玩得不久的 如果你想問我 還有形象上 還有如果我是6節 我找你拍和找你拍有甚麼分別 我是不是都是6節出的 其實我找誰拍 只要那條片 也有差不多那麼多人看 其實產品自己會走的 只是找你來講一講 那變成你的賣點就很低了 我覺得最重要是一個KOL 是要為你的產品 或者一個品牌 是創造價值 而且你是要真心 現在很多時候 這間美容院又找你拍甚麼水光窗 那間店又不知找你拍甚麼 很明顯你就是有客 所以你說 那當然也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我是不是跟這個KOL 是建立了一個信任 還是我即日先 我今天看你買一個避寒貼 我就買 但是你下一次介紹這些東西 我又信不信你呢 你認不認識呢 我覺得最後我現在看回 就是我建立的東西 就是我的觀眾要信我的taste 我的selection 而這東西不只是我選护膚品 所以我是會很立體的 例如我去甚麼旅行 我吃些甚麼 我整個lifestyle 我就是告訴你 我真的游歷過很多東西 見過很多東西 所以我選擇的東西 就是最好的東西 我才會賣給你 這東西也需要很長時間去建立 有時候你找一個很市井的男人 然後跟我說這個有多好用 這個面膜有多好用 你用過沒有 就沒有水服力了 對 很明顯你是散貨牆 你跟街邊戴著咪 洗衣棒的那些插筆 我難聽你說的 好像中學生上網說股票 你有沒有水服力 你有多少人生經歷 有多少月曆 有多少看資產負債表的經歷 這東西其實是細水長流 慢慢建立 但Erica用了十幾二十年的時間 去建立這個給公眾的形象 以及對事物的判斷 對生活的認知 然後他選擇最好的給客戶 這東西我想都挺難抄 不過我相信每個模式都會賺到一些錢 我相信 即是你六折批的 又可以 你市井路線都可以 那不是 現在我們在家 因為沒有工作 真的看很多這樣的影片 不過很快又可能有轉變 假如疫情慢慢退卻 這種生意模式未必可以繼續 如果對你來說 譬如你們這麼具規模 上市了 十幾間店舖 又有零售網店 又有網上店 怎樣去繼續做好生意 唯有下星期說 時間夠了 好了 下星期還有很多話題 都想和Erica說 即是說到品味方面的建立 真的要用時間去累積 不過這個時間 除了是Erica做事以來 以來開始之外 我知道家人對它的影響也很大 下星期繼續有有機可星 你現在在看智庫財經的YouTube頻道 記得訂閱了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 以及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住也要支持一下